台北市長參選人柯文哲深陷MG149風暴 不過現在已經從政壇燒到了司法 北檢證實今天有約談台大業科模組長蔡碧如 還到台大醫院調閱資料 至於柯文哲則對羅書磊的指控 還有竊聽風暴做出說明 不要為了這件事情 後來弄到整個台灣沒有辦法做醫學研究 我相信這一個程度上 對台大醫院已經造成很大的干擾 然後再鬧下去 整個台灣的醫學研究真的會受到影響 這是個國家的悲哀 台灣社會不應當弄到 好像每一個人在講電話 都覺得自己在被竊聽 這是我們這個社會要去改善的地方 為什麼我們今天這個社會變成這個樣子 而台大醫院夜科模辦公室 大門身所主張蔡碧如 今天是以證人身份前往北檢被約談 但就在爆出蔡碧如被竊聽風波後 檢調的動作也引人爭議 北檢回應MG149已經簽他自案 由簡素黑警檢察官進行偵辦 請進行偵辦